最近随着《我不是要神》这部国产电影的崛起,成为了人们的饭后热门话题后,大众的眼睛终于注意到了这部电影中的一个演员,王传军。 王传军终于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,特别是徐真和王传军,给我最大的惊喜的是王传军。 突然这么多的好评接踵而来原谅小编对王传军的印象还停留在《爱情公寓》里面的关顾,那个说话别扭的男人,于是小编迫不及待去电影院一看究竟。 没错,王传军征服了我,用他的演技征服了我,这不再是我所认识的那个关顾,至少他上面那张图片中的眼神告诉了我,或者是他本人在向我证明,这个才是我王传军,一个网友的那句话。 他这个角色,一下子就和《爱情公寓》那帮人拉开了距离,与《爱情公寓》里的那拨人相比,王传军此后的发展,似乎太过于安静。 当我再关注到他时,便是他微博上那张令我震惊却为之着迷的本人头像,他留起了长发,去上落腮骨子,空洞迷茫的眼神,颇有点怀才不与颓废大叔的调调,竟让人看得不禁心疼。 暴瘦,又这般推迷,是经历了怎么样的磨练,好多人好奇他怎么能混成这样。 从2015年开始,同很多演员成名后的遭遇一般,王传军《爱情公寓》之后收到的剧本,大多都是类似于关谷一样的喜剧角色, 尤其是内部大仙衙们,剧组没等他回来,就匆忙找人替他配金,听着成片里从自己嘴里散发出来的不是自己的声音。 王传军简直是又伤心又恼怒,这简直就是在强奸我,也许从那之后,他对电视剧制作彻底失去了信心。 他发誓,他再也不会接这样的戏,他要做自己,于是他失去了经济来源,看到银行卡余额,他感觉到了从所未有的慌张,不知下一步该卖项何妨,尤其是同学不经意问了一句, 你们演员一部戏都有五十万吧,是不是够你用一整年? 王传军瞬间意识到,这些收入对于普通人意味着什么? 于是他卖了车,卖了房子,卖了收藏的奢侈品,重新思考自己这段,思考着自己到底想要什么,可是随之而来的噩梦,母亲的离世,这种被伤无法用文字表达出来,我想正是这种切夫之痛,才让他真正的审视了之前的自己,然后做回了真实的自己。 他不喜欢就不做,他去日本进行深造,去画剧工作坊帮别人读剧本,不图钱,就仅仅只是为了能拜读真正的好剧本,当别人说,我看过爱情公寓,有你,他说那个超奇,别看了这么真实的他,尤其是百度人电影上映后,引起的全明星轰动事件,小编也专程去电影院看了百度人,谈不上喜欢,说实话我是冲着陈奕迅去的, 只能说是在这无聊的日子添了一点点消遣,并没有找到打动人的点,可是在所有人都在恭维王家卫的时候,只有他事不关己高,高挂起,说了一句,我不喜欢我佩服,我想他也享受这种真实的世界的,不管是生活还是表演,唯有真实才足以打动人心,到处旅行,走走停停,体会各种人生,才能演绎各种人生,唯有劳其筋骨,恶其体肤, 天才将降于大任,2018年,我不是要神,英格力士,蓝心大剧院三部电影呼之欲出,住院这会成为王传军的大年,他可以成为自己想成为的。